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1月5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今天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有钟微正院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vi 为大家分析市况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vi 早晨Ravi 昨晚美国的劳工数据还是强劲 看到美债息反弹 纳指就进一步偏远 恒指夜期都跌了88点 市场正在看今晚的飞龙数据 有没有进一步印证一些看法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许可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谈点你的名字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稍后Ravi就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现在先看看甲马美股表现 美国最新公布小飞龙数据 和新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都比市场预期好 反映就业市场持续保持强劲 求资者对于启动减息的时机 略有改变的看法 美国十年期债息升穿四厘关 美汇指数企运102的水平 美股个别发展 道指早段曾经升286点 周市几乎蒸发所有的升幅 道指升10点 收报37440点 纳指曾经升大约0.4% 最终转为已接近全日的低位收 跌了81点至14510点 连跌5个交易日 标指跌了16点 报4688点 看个别焦点美股 马分析员担忧iPhone的销售前景 苹果今个星期内再租第二家的劝商畅淡 卖苹果股价跌大约1.3% Tesla跌0.2% Google跌了1.8% Amazon更跌了超过2% 而Meta靠稳升了0.8%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马腾讯美团和阿里比本港收市价跌超过1% 腾讯只宣布295.29 阿里只宣布72.87 百度和网易就升0.7% 汇丰恐股ADR截宣布62.95 比本港收市价升超过1% 友邦跌0.9% 港交所跌大约1% 今早上外围市况 道指期货升46点 美股亚太区股市 大致都强运日本市 33,394点 升105点 升幅0.3% 南韩市升0.1% 澳洲市升幅差不多 新西兰市轻轻偏远 跌了8点 看看恒指黑旗的表现 跌了51点 先和Rafi谈谈外围最新的数据 美国12月份 俗称小菲农ADP私人机构职位 新增164,000港 这个数多于11月 亦比市场原先预期125,000港 另外 美国劳工部公布 每个星期都有 初次及连续新领试金人数 分别有大约20万人和185万人 都是低于市场预期 各方面的数据 好像也在看着 美国的事业市场仍然稳健 所以看到美债息又再升回 其实是否大家猜 联储局3月减息的机会下降了呢 你自己怎样看 以及之前大家的憧憬 有没有过度乐观 现在美股会否进一步调整 这几天 特别今年回来 明显地有点点修正 也记得上星期 即是去年年尾那次和大家说 要关注美股的一点 没错 整个势势很强 走势很好 气氛也很好 但是大家只是炒了一件事 就是今年局的减息情况 当时曾经不断说 还在估计市场股减6次 最快是3日份减 就是很乐观的一件事 排到很极端 所以市场不断推上去 所以也提过一点 就是随时说真的 这些观点一转 其实市场就有少少调整压力 当然现在也不说很明显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有点点修正 因为这几天回来 其实明显看到 大家对于减息的预期 有些调整 特别3日份减息的几率 虽然现在也是大约率的事 但是对比之前来说 其实估计到七成多楼上一定会减 其实现在下跌不够七成 即是六成二、六成三左右 其实是降温的 可以这么说 所以也真的令到近期 美债息十年期 其实是又淡了一点 所以自然美股方面 正确是退下来 这也是一个很正路的情况 但正如刚才说 观点未至少转得完 因为每个人都说 很害怕 如果很明显转 譬如刚才说 今年预期减六次 突然放回主局那边 减三次也好 四次也好 我觉得说真的 不只应该调调少 虽然暂时还没有变成 但是真的要继续看着 这个看法 有没有改变 那 这些看法有没有改变 我想会不断透过 真的可能不同的数据 去看这件事情 也同意 譬如今晚很明显 重磅 看着失业率 以及飞龙的数字 这些很关键 如果假设出来 是 譬如这样说 很好的 好到大家觉得 根本都不需要减减的 这个又是可能会是差一点的 但是如果出来的结果 没有令到大家 对于三月份减息的预期 有什么再大改变 我觉得暂时来计 美股又未必 求成一个很大的调整压力 但是始终去到这位 就真的要不断看近一点 要等更多 就特别向上 我想要等更多 新的刺激趋发 才可以推上去 如果真的说真的 只继续说减息 这件事情来计算 除非真的这么乐观 减六次而已 其实去到这位 你再因为减息而推上去 我想暂时短期的结果 就不算是太高 下一次可能就要看 联署局的议息 有没有再多些讯息 我转看港股上的表现 接着就问Raby 怎样看港股部署 昨日走势反复 恒指高开26点之后向下 曾经跌了130点 低位见16516点 美股回升 恒指最终跌不够1点 收过16645点 成交额703亿 波子升0.2% 暴3654点 阿里巴巴升1% 中石油、中海油两桶油 升超过2% 航运股也做好 东方海外升超过3% 中远海控升4% 中海油和中移动 分别及至6亿1千万 和2亿 淨流出方面 腾讯和建设银行分别走资4亿2千万 和1亿2千万 继续和Raby聊一个港股 新年开局好像暂时还是一般 本身等的一年有否好一点 未有转机 而且成交仍然很弱 但其实好像跌 好像没有之前 好像昨天都升过一下 想尝试 怎么看会不会暂时 还有一个责幅上落的格局 短期就继续是责幅上落 我也同意 其实各方向未看明显 当然了 这几天回来的港股 的确仍然是一般的 但坦白说只有几天 也未必判断到 对于今年打后是否也是这样 我仍然是继续去看 但我想始终这几天 可能是反方 或者是少少跌下 又不是跌下的原因 就是仍然是市场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其实坦白说的 都是由去年尾到现在 例如刚才说的外围 减息 都是要继续看着 实际减息情况 或者是市场的看法 以来我想特别是内地 仍然是看着 经济面 政策的情况 所以很多事情 都未有太大改变 虽然现在 大家都不会特别有 兴趣的妄动 也没有必要 因为过了二、三年 回来二、四年 就马上入场了 除非有新的吸引点 或者是趋势 短线 我想还是类似 暗兵不动 所以也要解释 翌日回来是想上过去的 但是突破不了再回来 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短期阻力位 而下面来说 当然也很明显就是去年年底的低位 15972 大概都是这1100点附近 暂时算是走着 如果说真的未有一个明显向上突破的话 其实就比较难说是否有一个 走着一些类似大一点的反弹也好 或者多一点的上网空间 那就是要有一些催化剂 整体大市现在还未有 但是个别反弹也有的 我们先讲一下航运股 因为也有些消息影响 就是红海紧张局势 又会再升温 看到全球最大的航运公司马士基 都载到无限期停止相关的航道 刺激到上海集运指数期货 过去12个交易日 应该超过1.6倍 有些大行都发了报告 就说随着红海危机恶化 越来越多航运公司暂停相关地区的航道运输 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沿着更长的航线 重新安排航线 就说和2021年苏伊士运河倒塞不同 今次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 同时出现了双重危机 分别是气候变化和军事行动所影响 摩通预计最新的事态发展会加剧供应链的困境 而集装商航运业会是最大的受惠者 其次就是邮轮和散货船 你怎样看中资航运股 可否继续受惠于红海危机呢? 如果像摩通所说的 我们应该在股份方面都要减责一下 当然 短期性去看 我想这个板块还是比较强的 因为正正是受惠于这个因素 叫做运河的运河 可否已经扯上去 无论集装商、运价指数 或者BDI、肝散货指数也好 也有上升 所以你看到近期一众航运股 普遍是比较强的 所以你可以说这个板块 我想以短期角度去看 也应该有机会逆着市 是继续走得比较好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受惠于运价的因素 但坦白说 这刻没错同意 可能面对情况比以往更複雜 因为现在不是单一 可能各别的天气 或者之前部分的干巷情况困扰 又加上了一些政治因素 如我们所说红海的危机 正正是由耳巴局势延伸出去的因素 所以说真的 政治因素很难去预计 你可以说突然间解决 但是无事就收兵 不说打船也行 但可能继续也不奇怪 这其实是很难去做判断的 但我觉得 假设这两件事继续持续的 而令到各别的货船真的要绕队去走 又去到非洲好望角 到很远才能运达那种 无疑一定是对于成本会上升的 自然运货一定会增加的 所以这件事来说 如果运价没有明显回落的话 刚才提到的 对于航运股的确是有短期的推动 但如果你说始终在走势 刚才所阻力追踪了1919 或者2343也行 其实所以两者最近的升势都是很强 都是升了不少 所以如果说这些位有货 我觉得可以照耗 但如果没有货 我想只是等待阻力下来 在下降 例如1919为例 其实它那个偏离到十天线都很软 现在大选到HK8 现在只是升到HK8.13 其实的时候开始有点软 特别是昨天的棍子 扯得挺急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等低一点 它挨近10天线附近 而它又没有明显跌穿而破坏 整个短期上升趋势的话 那些位置才会保持 会比较好一点 反而上面订定什么位置 我觉得就不需要这么急 因为正如刚才所说 就是看着整个局势如何变化 运费如何飘 如何走去判断这件事 反而我觉得如果你这样讯息追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说 是订定下方的一些位置更重要 例如你假设选择近百元 这些位置真是这么好走入到 而它又不再穿10天线 是真的上去的 那当然没问题 但如果向下跌穿 可能是20天线这些位置 7.5这些位置 7.6这些位置附近 可能短线点去看 就会是一个止蚀位 因为这个位置除了是20天线之外 你看着1999也接近 就是去年年尾那些裂口位 顶位附近 其实都是7.5-7.6左右 所以假设真的下跌这些位置 例如穿20天线好 捕裂口好 可能暂时来计 短期炒作就会圆了 所以如果纯粹从一个短期角度 我想这样看会比较好一些 即是你觉得航运股 后卫买都是偏好1919 如果你说版本来说 就是1919 其次就是2343 太平航运股 因为这两个就各自 2343当然PDI那边会受惠多一点 而1919可能是 但是近期的确是两边的运费 都是有上升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论看法来说 这两个叫做各自一些 比较偏龙头一点 其实都可以留意一下 是 但也看着价格 始终累积了一点 就会有个别股份更加多一点 但是中东紧张局势 其实都推升了国际油价 我想问一下 除了航运股 油股又值不值得一博呢 当然油价近期有九五年